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很担心说 因为我平常有运动的习惯 然后我连心一肯 就瞬间要躲我病状的感觉 那我又怕护发 然后又长起来吃掉 那像这种那种突然的 那我要怎么去思考 这样一个现象 这个问得非常好 事实上 他这个也是走从果解症的路 因为他心上一起来 如果不从果解症 整个命就会坏掉 这个我同意 这个时候可以 因为他不知道 还有一条路叫做从因解症 也可以不用开刀 就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他先 因为命在淡洗嘛 所以他一定要做选择的时候 那当然我认为在那一刻 他选择了从果解症 我认为OK的 这种情形我是同意的 同意不代表 他已经做对这件事 也就是如果原始点来讲 那他的会产生心脏 这样快呼吸停止 然后心肌梗色 有果必有因 那这个心痛的感觉 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体伤嘛 我们已经讲 真正能解决症状的是什么 按推啊 外置法 那位置得解决 那所以他选择也是位置 我说症状真正能立刻解决 一定是外置法 不是用药 了解吗 那所以他选择的位置是更猛一点 他不止按还把它拨开 然后再装一点个东西进去 那如果原始点就是背后 背后一定有痛点 赶紧揉开 温敷就解决了 那这样的几率非常高 反而这样安全有效 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还可以送到医院不死 那表示还有一段很长的反冲期 这一段期间应该是可以处理 好 那现在你担心的就是 接下来的问题会不会复发 很有可能 因为你从国解证你的阴在不在 那阴坏的地方还是在 不可能因为你装了这个阴就不见 不可能 也就是你的体相现在阴难在 所以还是有可能复发的 那药能不能解决体相的问题 我刚刚已经讲过 何况西药是含良药 根本没有温热性 它是求成分的 它顶多就是要让你怎么样 血液不要凝固 有没有抗凝血嘛 大部分会装支架都是吃抗凝血 那这个是从国解证越吃越寒 你的体相反而将来还是存在 所以有没有可能复发 那当然有可能 那怎么来解决呢 以前不推 现在即便装完还是要推 你少了那个动作还是不行 你体相解决了 也就因改变了 以后你体力再变差 图难间它也不至于怎么样 图难发作 所以你如果阴还在 那以后也就天气变冷啊 或是一下子生气啊 或熬夜太劳累 二言一来 那阴言俱足 说不定果报就现前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falling 没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